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把这个字拆解一下 可以拆成三个部分 首先是左边的三点水 甲骨岩像这样子 是水的形象 而右上是一个湿 在这边是当房屋的屋顶 而右下是一个雨 是水滴出来的样子 而到了漏的小转 水从屋顶的孔凤渗透或是滴下来 就是这个字的意思了 而古时候漏字呢 跟下面这个漏是同一个字 这个字跟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而根据说文解字的说法呢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 是用铜制成一个像下面这个湖一样的东西 人们在这个湖中加水 而湖上呢有一些度数的刻画 一共有百科 白天呢是以漏水的方式 晚上则以火光的方式来看 刻度变化的情形来计时 那要怎么看刻度的变化呢 原来呢 湖中有一支箭哦 这个箭是一种类似浮标的功能 看浮标的升降 就可以看出刻度的变化 也就是时间的变化了 到了后来漏字除了计时器以外呢 就引申为液体从缝中流出或渗入的意思 就是漏水了 例如污漏偏逢连夜雨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泄漏逃避忘忽略的意思 例如天机不可泄漏 接着快速看一下漏的基本资料 漏 四生漏 部首是水部 总比划数十四 漏的写法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左边的三点水 接着是右上方的湿 先一个横折 然后一横一撇 最后是右下方雨水的雨 一横一束 一个横折勾 一束 左边两点 右边再两点就完成了 横的简体字写法跟正体字是一样的 汉语拼是横 风水学里面呢 有个位置哦 叫做乌漏 是古代室内西北角安放漏壶的地方 那为了要让漏壶的计时更为精密 它不可以随便被移动 所以呢放在走道上 卧室帐房都是不妥当的 再加上它的使用方法是白天用水晚上用火 所以呢最适合安置漏壶的地方就是厨房了 有一句成语叫做不愧乌漏 意思是说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哦 就算是知为莫洁的小事情都要问心无愧 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 做事情的时候任何细节都要小心谨慎 也不可以因为是小事就怠惰废迟了 又引申成 即使在暗中也不做坏事不起坏念头 注意要是暗处哦 所以呢另外它又衍生的更漏这个词 就是夜晚看漏科然后知道时间 那唐代的人呢更直接称夜间为耕漏 例如诗人许魂的韶州一楼燕霸 他说主人不醉下楼去 月载南轩耕漏长 在宫愁交错的宴席之后呢 主人带着一点点的醉意下楼去 此时的月亮才走到南边窗户的位置 这个夜晚好长啊 那因为耕漏呢有夜晚这个用法哦 所以呢晚唐的时候又衍生了一个词牌叫做更漏子 所谓的词牌呢就是词调的名称 那最擅长用这个词牌创作的人就是温亭云 也就是温非清了 我们来欣赏他的作品更漏子 这个玉炉飘香然后蜡烛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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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的夕阳余灰穿过了化塘有一个正在商春悲秋的人 他的眉毛淡了 头发乱了 良人不在所以孤枕难眠 半夜雨打无通 不就是在说离别的心情吗 这个点点滴滴 夜夜生生就这样子一直叫天明 那通常词牌跟内容是不会有直接的关系的 但是呢温亭云的最确词刚好是在说 一个晚上之内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那更漏呢 指的是整个夜晚 如果要把它数量化的话 差不多是从傍晚的七点到凌晨五点之间 有十个小时左右 而这个漏刻之间就不一样了 它指的是计时器上面一个刻度 小小的刻度所占的时间是非常短暂 差不多是十五分钟左右 那你想想看 短短的十五分钟能够做什么呢 古人说 攻在漏刻 意思就是立攻就在片刻之间 形容建立攻击是非常的容易跟快速 那虽然这是一个夸试的用法 要建立攻击十五分钟怎么会够呢 话虽如此 在现代社会中 一秒钟就几十万上下了 所以说十五分钟短归短 好好的把握还是可以建立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观众朋友 漏这个字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除了以上介绍的以外呢 中国古代还特别帮提着漏虎的人设立一个官位 那这官位叫什么呢 自在生活 同名粉丝团将为你带来漏刻博士的小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自由联想 读作漏的字有哪些 而字圆其说的单元告诉你 什么叫做倒霉的不能再倒霉 别走开哦